没有所谓的标准写法 不过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前面一定要加个单以号 然后后面的话叫它数字 反正数字我习惯就是一个 step 一个 step 反正会有一个这样的 叫自己比较知道的逻辑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 程式不会写之前 我先把注解先打上去 我注解先打上去 我再来写程式 可以啊 比如我刚刚第一个也许我先解决什么 解决我要抓这个每一个字的回圈 然后就把程式写下来 再来解决就是说外面那个回圈 从第一个回圈到最 第一个储存格到最下面这个储存格 OK 那再来的话 如果这个写完之后 接下来非数字的个数 你可以在旁边再加一个 C栏地方 非数字 那这个应该就五个 那非数字怎么判断 实际上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这个的长度 剪掉这个的数字 那就OK 也是个方法 不过其实 如果不这样写的话 我们如果用正常的 就是正规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可以直接把这个sive直接复制 那复制我习惯拖拉加Ctrl键 拖拉Ctrl就是复制贴上 就有点像CtrlC,CtrlV 然后这边加个非 非数字个数 那其实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有一个方法 如果要改的话 反正程式基本上都差不多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逻辑判断 刚刚逻辑判断是 我们是抓什么呢 抓这个 就是47 以下 到58 以上 这个范围 OK 就是End 那如果是不是的话 那应该怎么 应该是 这个47 要等于 应该是什么 小于等于47 而且大于等于 或 应该是或 OK 因为没有交集 所以呢 我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程式 先复制 第二步的话 加一个字 那第三个 我就怎么样 把这个方向改一下 就可以这样 本来是大于 把它改成小于 等于 OK 小于等于 47 OK 然后呢 这边把它改成偶 或 然后 后面的话 记得也是变成 本来是 小于的变成大于 大于等于 58 OK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如果你不要这个等于的话 你就自己再把它 对 再减一或加一 OK 反正写习惯就好 真的不要抓你的脚尖 而且尽量 不要写自己都不习惯的方法 因为像这种东西 真的只要差一点点 你就觉得不习惯 尽量就是要 用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法 最习惯的方法去写 那这样慢慢你就会对这个程式 产生一定的熟悉程度 那你就比较不会写错 千万不要照抄 OK 你也不要模仿我 不一定要 你用你自己习惯的方法 那我只是讲一个 我觉得我好记 也好写的方法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结构都固定了 OK 然后最后要不要改其他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输出到C栏 所以这边记得把它改成C栏 其他还要改吗 那不用了吧 这些范围 反正就抓这个资料 然后判断是不是 那个不是的 否加1 然后最后把它输出到C栏里面去 这样的话非数字各数就OK了 执行 有出来了 5个 2个 对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最后呢 其实不是要几个数量 而是要那一些数字 比如说我要 应该什么 应该改成什么 叫留下数字 比如说我这边 再多一个栏位 叫留 叫做留下那些数字 比如说我把那个数字留下来 也就是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125 就帮我搬到这边来 然后把8310 搬到这边来 只要是数字就带过来就对了 那其实如果你要直接拿 程式来改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像刚刚这个也是用改的 其实这个也可以拿来改 只要插一个地方 这个是count 加1 对不对 只要把这边把那个字 那个字就是mid切割的那个字 就是这个地方 切割那个字把它串接在一起 再输出就可以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非数字先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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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